在上个世纪70年的末期 美国逐步淘汰了本土的防空系统 之后苏联解体 再也没有哪个国家敢对美国发动空袭了 所以美国便停止了部署本土的防空系统 这一做法导致了美国在2001年的911事件中吃大亏 然而现在面对中国的崛起以及俄罗斯的腐朔 美国意识到发生常规武器冲突是可能的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报名说 这些话题我们说的是新鲜事来了 美国开始考虑国土防空了 在冷战之后 从了不担心国土受到空袭 基本不部署国土防空系统的美国 开始考虑国土防空了 美国战争地带网站10月19号报道 在美国导弹防疫倡导协会MDAA 举办的一次防空和导弹防疫研讨会上 美国北美防空斯林部的行动副主任斯特洛夫 将美国本土的防空问题提到的台面上 他主张在美国本土的重点军用和民用目标附近 要部署防空系统 以防止像中俄这样的对等强国 对美国发起常规武器空袭 事实上美国在冷战时期 也曾经部署过比较完备的国土防空系统 包括各种射程的防空导弹或高炮 主要是防止苏联的战机对美国发动空袭 但是随着冷战的发展 美艘之间的对抗越来越向着核大战的方向发展 而不太可能出现对双方本土的常规武器的袭击 老爸出现了这样的袭击也必然会成为核大战的导火索 因此美国将防疫的重点放在了早期预警 以及远程拦截上面 在上个世纪70年的末期 美国逐步淘汰了本土的防空系统 之后苏联解体再也没有哪个国家敢对美国发动空袭了 所以美国便停止了部署本土的防空系统 这一做法导致了美国在2001年的911事件中吃大亏 然而现在面对中国的崛起以及俄罗斯的复苏 美国意识到发生常规武器冲突是可能的 中俄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是有可能对美国本土进行常规打击 因此国土防空又被提到了台面 但是建立国土防空体系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 美军现有的装备根本无法保护众多的本土目标 有人做过详细的统计 目前美军拥有的陆基防空装备主要有这么一些 那么美国本土的防空任务主要是由美国陆军承担的 所以美国陆军有18个防空导弹营装备了爱国者导弹 但是这其中有5个导弹营被永久部署在国外 两个在德国 两个在韩国 一个在日本 还有两个导弹营是训练单位 另外还有几个爱国者导弹营经常被临时性的部署在热点地区 比如说一些中东国家和欧洲国家 因此美国能够用的保卫本土的爱国者导弹营只有11个 美国陆军另外还有6套萨德系统 用了对付莱西的弹道导弹 但是有一套被永久的部署在关岛 还有一套是部署在韩国 因此美国能够用的保卫本土的萨德导弹系统只有4套 美国陆军刚刚采购了两个导弹营的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 主要是用的防御巡航导弹 但是有一个营正在被部署到关岛 所以美国能够用的保卫本土的铁穹导弹系统只有一套 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还装备有一些复仇者进程防空系统 以及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 另外还装备有斯崔克装驾车进防系统 主要是配备了毒刺或地狱火的导弹 以及30毫米的自动炮 另外美国陆军还装备有少量的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 实际上是陆基发射的AIM-120中程空对空导弹 由此看来美军能够保卫的本土关键目标 可能只有十几个到二十几个 实在是捉尽见重 基本没用 目前美国只是在首都地区 也就是它的华盛顿特区周边 部署了一些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和复仇者系统 对其他的关键目标几乎没有任何防卫 去年十月份驻德克萨斯州的胡德堡陆军基地的 一个爱国者导弹营搞了一次演习 模拟保卫一个民用机场 这表明美军开始尝试这些重点目标 加强防疫 总体来讲 美国国土防空的总体思路 还是完善预警雷达系统 通过空军的战斗机 来拦截敌机和莱西的巡航导弹 想要在本土所有重要目标附近都部署防空系统 目前美国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也许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印钱 和发行国债来实现这个目标 谁知道呢 好 这句话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